这个题目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 首先第一步它产生的热功率 我们就用R分之B平方 那R13乘上分之B平方 这个叫功率 功率乘上时间叫做热 这个热呢拿去给它升温 那我们假设一个东西叫热容量 那这个热容量就是上升一度C的热 那A的热容量叫CA 那上升一度C的热 再乘上温差 那这个温差是温差叫做2 OK 那接下来第二个 对于它而言 它的功率叫做R分之B平方 再乘上时间T2 那它的热容量叫CB 再乘上温差叫热 那第三个 它们再把它串联 那R分之B平方 串联的话电阻直接加那就5Ω 再乘上时间 这个时间不知道 假设叫大T 那热容量是可以直接加热 热容量就是CA 再加上CB 这个叫做混合的热容量 再乘上温差 温差叫做3 你等一下呢 就把这个CA带入 然后呢 这个CB带入 这样就可以把T给解开了 那我帮你算好了 本题答案就是A 本题答案就是A